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吧 豆泳 游戏显身手 太野了 頭戴撞圓帽 身拼撞圓袍 胸前一朵大紅花 撞圓騎馬 誇一誇 來吧 金榜 平名 馬到成功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少兒頻道 撞圓 棒棒糖 請多點鐘 只需要下台 欣賞 請多點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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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 請多點鐘 我發現我的天啊 你看我的天啊 像是因為我 中央廁恤 我回答的 魚零少年 今天看到了 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 非常多啊 大家有秩序地去领取号码牌 然后呢一一上场和我们互动 掌声请出第一位 赶考小举嘴 欢迎你 大家好 我叫十号迷 我来自新疆 新疆的乌云木齐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十新疑 今年快十岁了 怎么到的广州 自驾游 对 自驾游需要好几千的 那你们从新疆开到广州 路过了什么地方 跟我们分享一下 路过有湖北 湖南 还有陕西西 你要是给孩子讲这些城市 他不一定能记住 但你真正带他去过一遍之后 他脑子里是会有深刻印象 对 爸有怎么想到要带两个孩子 出来自驾的 因为他们也是很久没有出个新疆了 所以我们就从乌云木齐出发 研究了世绸之路 一直走到西安 再到湖北的宜昌山峡 然后再到广州 这一路上的话 花费大约有多少 能问一下吗 因为很多家里边可能觉得 出一趟门花很多钱吧 两万就足够了吧 连油费 货路费 对 复速 吃 门票 对 两万块钱就足够了 所以这笔投资 如果您觉得家里能承受的话 我建议可以考虑尝试一下 对 好不好 爸爸很感谢您能腾住时间来 谢谢爸爸妈妈 特别感谢 辛苦了 你们俩决定一下吧 是一块拿起研还是一块做游戏 做游戏 一块做游戏 好 来吧 一分钟内选手原地踏步 计时结束后 若双脚全部在圈内为状元 踩到内圈为榜眼 踩到外圈为探花 完全出圈还请再接再厉 花花花 音乐 起 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走路的小朋友 左右 左 1 1 2 3 4 5 6 7 你现在稍微转个伸 你就已经转接了 来 立定 好 我感觉离开圈圈了 感觉离开圈圈了是吧 拿下来看看圈圈在哪 做准备 音乐 起 1 2 1 这个稳定 你也保持住 保持住 我们要抬腿高 1 2 1 5 4 3 2 1 好 时间到 别动 别动 千万别动 你是到最后找到了一些什么感觉吗 我感觉自己往前走了 所以我就往后退了 最后三秒钟咱们退回来了 给人把眼罩摘了 看一下是不是真的 新建五颗状元 来 有请到我的棒棒堂 享受你们的荣耀时刻 送上我们的礼物 来 心底你也有 大家好 我们两个是人家人爱花间花开 车见车胞胎的组合 他叫吴迪 我叫田凯义 我来自湖北 他来自潮山 潮山牛肉丸 你能给人留句词吗 两位小伙子上来之后 你们是要斗智还是斗勇 斗智 你呢 斗智 两位都斗智 斗智 以下哪种动物跟狗是亲戚 我怎么叫 对着话筒 旺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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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 那下面出现的动物谁跟旺旺是亲戚 狮子还是狐狸 狮子还是狐狸 狮跟狗是亲戚 狮子应该属于猫 猫涮动物 狮子是猫 所以你的判断是 我的判断是排出发 所以是狐狸 回答正确 正确 来 下一题 五 我国哪个地方 不会出现野生大熊猫 海南还是陕西 海南 第一 在陕西 为什么呀 海南是 对 气候有问题 而且是沿海地区的 那不叫气候有问题 不是 就气候跟 大熊猫 大熊猫生活的地方 栖息的天气可能不一样 大熊猫比较喜欢 寒凉一点的天气 所以在山林里边 在竹林里边 海南确实气候太热 太潮湿 对 有一点热 那么我问一个问题 广州也很热 很潮湿 为什么咱们广州 广州长龙野生动物世界的 大熊猫活得还很开心 因为有冰 对 我们会给大熊猫提供大的冰块 天很热嘛 熊猫就玩嘛 大熊猫就趴在冰块上 特别舒服 那她的答案就是 正确的 两道题答对了 第三题 来 第三题 请两位各唱出一首 带有动物的歌 你们的儿歌想想小的时候 多人听过的 门前大小巷 有过一曲哑 嘎 快来 快来 数一数 二 四 六 七 八 两只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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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道题目全都答对了 所以恭喜两位成为我们新进的 门队表装人 请到我们的棒棒糖 前乃义 享受你们的农孝师课 没有面试 不用选拔 现场报名 马上参加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少儿频道 状元 棒棒糖 大家好 我叫王子萱 今年十岁 来自月希 今天来到这儿了 是打算答题还是玩游戏 答题 答题 准备 来 来三个 来三个 抽三个 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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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鹅可以从水面起飞 对吗 不对 不对 回答 错 它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起飞 它快速游动之后 然后煽动翅膀 它有一段慢慢地滑行过程 不断煽动翅膀 然后脱离水面 飞起来 再听下一题 请问 马的前腿关节朝什么方向 是前还是后 马的前腿关节是向前的 还是向后的 向前的 回答 正前 正前 那马的后面的腿 关节向前向后 向什么 后面向后 前腿向前 这样才能奔跑起来 好的 来 最后一题 通常情况下 带熊的粪便是什么形状 是方形 圆形 还是长条形 我知道一些小朋友 已经开始想自己了 这也是个思考方法 正常 上完厕所了 带熊上完厕所了 这个靶巴是方块的 圆的 还是长条的 选择一下 方块 方块的 回答正确 咋是对的 这种动物拉出来的靶巴 确实是方的 有个叔叔一脸的疑问 就是那戴帽子的叔叔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肠道的形状 以及它排泄的特殊方式 导致它排出的便便 就一个一个小方块在地上 这种动物的名字叫带熊 不是树带熊 答对两道题目 成为我们今天的小房眼 来 恭喜王子轩 请到放放堂 享受你的荣耀食客 还有我们广州 长荣野生动物室 为你提供的礼物一份 没有面试 不用选拔 现场报名 马上参加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少儿频道 状元 放放堂 大家好 我是小爱白 这是小朋友 大家 我要给大家 背一双满江红 好好 满江红 上 岳飞 怒发 称满江红 平南处 潇潇雨鞋 台望远 仰切嘲笑 坐怀鸡叶 山市高明 城一处 八千一路 云和月 莫正贤 白了少年头 空北一切 静康池 游位学 城几航 何时密 驾逃车 踏破 河南山群 坐稚鸡叹 葫芦露 校材可以 匈如雪 再瞅瞅 收拾 九山河 朝鲜去 可以 谢谢大家 那今天来到这儿了 是不是跟我们聊一聊 关于动物的话题 你喜欢什么小动物 喜欢狗 小狗 挺宽 为什么喜欢小狗呢 小狗可以开家 那如果你回家了 小狗会怎么样迎接你 望望 带着 对吧 坏人想进你们家 小狗怎么叫 望望 带着清晰 拿着进来干嘛 对吧 出去 如果我去了你们家 小狗怎么叫 望望 声音又降下来了 缓和了一些 那今天两位姐姐 代表答题和玩游戏 你选择答题还是玩游戏 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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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这里 一分钟内选手原地踏步 计时结束后 若双脚全部在圈内为状元 踩到内圈为榜眼 踩到外圈为炭花 完全出圈还请再接再厉 起步走 1 2 1 宝宝保持住啊 别动 匀速的向前三步向后两步 我们要求30秒钟原地踏步走 如果还在圈内的话 就可以得到功名 来 继续走吧 门前大桥下 又过一群鸭 快来快来 敷一敷 二戏又七八 苦嘎苦嘎 正鸭正错鸭 敷不起着急着少鸭 敷不起着急着少鸭 好 来 宝宝 你看现在到哪了 狗 圈圈在哪里 出圈了 有一点远 不过没关系 照样可以获得我们提供的精美奖品 是 来 我们送上礼物 不过 头上那两个这个小元素 究竟里面是骨头啊 还是肉啊 还是什么啊 是骨头 里面是有两根骨头的 你要摸上去是硬硬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少儿频道 壮远 棒棒糖 免费报名 免费答题免费领奖 现在走过路过的小朋友 赶紧来报名啊 那位叔叔 叔叔别走 快来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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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欢迎 欢迎您 我好喜欢他的帽子 还有小红扇 小红扇 主要是那种思考的感觉 特别好 对 来叔叔 我叫王琼 来自北方 黑龙江省 刚才在下面听说 带熊这种动物 拉方块的把吧 您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吧 是 是 是 在这个世界上 动物朋友和人类和平相处 有太多不可思议的知识了 您今天来到这儿 如果都能答对的话呢 也给您一个壮严的头衔好不好 别太难 我这个知识量比较浅薄 我这 怎么会呢 请问 能拉出方形爸爸的 不是 是书带熊还是带熊 这个我知道 这个我刚刚听了 叔叔蒙了 就书带熊 他答了书带熊 他给答是书带熊 是不是你刚刚说的吗 是不是你刚刚在下边我听的时候 你说让我记住说是书带熊 这种动物的名字叫带熊 不是书带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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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书带熊 他属于是听了 但是又没完全听明白 所以这个知识点 还必须得巩固下去 我们可以领取一份礼物 还可以拍照留念 欢迎 哎哟哎哟哎哟 怎么了呢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在哪见过 之前我在拍摄醉野假期的时候 跟见过黄伟哥哥 那叫叔叔了 要不然我跟你爸爸没法论辈 是吧 让妹妹签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吕佩文今年七岁了 吕晨凯跟大家回忆一下 当年我们醉野假期 去过哪些地方 见过哪些山水 见过哪些洞 去的是福建 我们逛了海鲜的早市 对那里有很多海鲜 好大呀 这是鲨鱼吗 金嘴鲨 金嘴鲨 石头 那最后我们收官的时候 是在哪里 最后应该是在甘肃 那边吧 甘肃天水 今天还有天水的朋友来了 对呀 我们在那帮老乡们 批发了天水的花牛苹果 妹妹喜欢什么动物 我喜欢小绵羊 因为它毛绵的很可爱 你想养一只小绵羊吗 想 跟爸爸说一下吧 好不好 咱家腾出一个房间 在房间里种一片草坪 我们要养一只羊 好吗 那你给它起什么名字呢 你喜欢什么动物 我喜欢白虎 那咱们家呀 这绝对不能养 这可能不靠谱了 那如果你可以在家里养一种动物的话 你想养什么 我想要养羊驼 为什么 我觉得它有些调皮 然后也非常可爱 爸爸 腾出两个屋 一个屋养羊 一个屋养羊 好吧 聊了这么多 咱们今天确定一下 你带着妹妹是玩游戏 还是答题 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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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请问老虎是猫科动物吗 是 回答正确 好的 鳄鱼经常连续快速在地面或水中翻滚 对吗 我记得它好像抓猎物的时候它会这样子 所以呢 对还是错 对 回答正确 两位都答对了 现在又到妹妹答题 请问狗是犬科动物吗 是 回答正确 来 请天蝶 请问 袋鼠的前肢比后肢强壮对吗 不对 回答正确 两只袋鼠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 你知道是怎么样吗 两只把脑袋都往后去 然后用全都这样打 这样是我 在野外袋鼠产生矛盾是这样的 下面一道题目是关于本地的了 全世界唯一的一对烤拉双胞胎 来 是不是在我们广州长龙野生动物世界出生的 是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看了 看见了 来了知道了 答对了 我们小张颜 吕佩文 吕佩文成为今天亲近的文科小状元 等一下哥哥 哥哥就差一道去 看你了 来吧 来 请问鳄鱼蛋在31度以上孵化出来的小鳄鱼 都是男的 对还是错 对的吧 我们问问现场观众有没有 有没有人对这个比较熟悉想猜测一下 我觉得可以考虑 应该是真的 不是 不是 31度以上的话那就是雄性 30度以下就是雌性 最后给出一个答案 3 2 1 对的吧 不能改了 不改了 来 正确答案就是 对的 回答正确 这鳄鱼啊 28到30度之间孵出来的就是女鳄鱼宝宝 31 32 33孵出来的就是男鳄鱼宝宝 所以恭喜两位成为我们新近的小状元 恭喜你们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 壮远 棒棒糖 免费报名 免费答题免费领奖 现在走过路过的小朋友 赶紧来报名 大家好 我是河南省郑州市的孔德基 喜欢动物吗 喜欢 喜欢 喜欢什么动物 比如像喜欢那种高个儿的 因为 因为你爸个儿高 而且我在我们班也算高个儿 那个子高的动物有哪些你说说 比如像那个北极熊2米7 长颈鹿2米 2米的长颈鹿那都是刚出生的小的了 那也算高嘛 对我们来说也很高 合得有道理 还有呢 我爸 爸爸也属于动物 对吧 那看爸爸这么高 如果要是用一种动物来形容他的话 你觉得爸爸是什么动物 我觉得他应该 就是棕熊吧应该是 主要是他的身高是和那个 他的家里的地位 我没有太多的考虑 对 妈妈像什么 我可以用一种动物加上一些身高吗 这孩子呀 他总是判断这个包装 身高对他特别重要 有一个叫眼镜熊 然后他咧咧三十厘米 就都掉到我妈的身高了 他真的是对这个数字非常感性 对 来 你是选择做游戏还是答题 答题 我们请出这一道题目的考官们 来 欢迎 您好 您贵姓 免贵姓林 林 好 来 请听题 现在林叔叔怀里抱着 这种可爱的小动物 他叫什么名字 给你两个选项 A 长臂猿 B 蜘蛛猴 观察一下 我觉得应该是蜘蛛猴 他的答案是正确的 为什么选蜘蛛猴 因为他的尾巴看起来很发达 我在动物园的介绍上面说 这个蜘蛛猴的尾巴非常发达 可以说是除了手和脚之外的 另一种辅助工具 你可以摸一摸蜘蛛猴的尾巴 好不好 轻轻摸一摸 轻轻摸一摸 告诉大家感受 感觉他的正面的话 肌肉很健壮 但是他的反面就是有点毛绒的 这就像有人的手 手心是没有毛孔的 对吧 他要抓东西工作 手背有一些疏着的汗毛也很长 而且他的尾巴中间有一条那个线 把它尾巴分成两半了 这是近距离观察到的 第二题听题 请问蜘蛛猴爸爸和蜘蛛猴妈妈的毛色一样吗 不一样 你的答案是 是 其实它们的毛色都是一样的 主要是通过它的屁股来区分的 通过屁股区分 如果你见到的屁股外面好像 挂了一个小灯笼似的感觉的那个 那就是 蜘蛛猴妈妈 第三道题目 这只蜘蛛猴你通过它的体型来判断 它是个成年蜘蛛猴 还是个蜘蛛猴宝宝 感觉是蜘蛛猴宝宝 你猜它有多大 我猜二到四岁 来了 请您公布一下 是小宝宝来的 小宝宝 大家在这边观察一下 看一下它的手掌 它好像还有手指一样 好长 四指非常长 观察一下有指纹吗 它是有指纹的 摸起来跟小孩的手是一样的 这个是它的拇指吗 对 这个是它的一个非常小的小拇指 小家伙也是第一次上电视 我们跟他说一声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 谢谢 三道题目答对两道 所以你今天是我们的小榜眼 好吗 来 到棒棒堂夸冠 没有面试不用选拔 现场报名马上参加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 撞远 棒棒堂 大家好 我叫郭浩铭 来自河南省新乡市 今年七岁了 你穿得很帅 我看你这样 你是不是会跳街舞什么的 对 你跳New Boy啊 Breaking啊 跳哪种 地板舞 地板舞 霹雳舞 来吧 来 来 掌声欢呼声 好厉害 帅 太棒了 太棒了 好厉害 这运动能力这么强 是要选斗勇吧 我看 答题还是玩游戏 玩游戏 好 玩游戏 投篮中三个就是状元 来 试试 投 没中 第二个 再试一次 投 拆了个块 第三个 食堂往前来一点 投吧 投 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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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小伙子 过来 郭浩铭成为我们新科的五科 小炭花 到棒棒堂 准备夸冠领礼物 来 享受你的荣耀时刻 没有面试 不用选拔 现场报名 马上参加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少儿频道 状元 棒棒堂 大家好 我们来自重庆 重庆的时间二小 我是二年级七班的古云城 我今年八岁半了 我是五年级四班的古云盟 今年十一岁 是兄妹俩 对 还是姐弟俩 姐弟 那两位今天来到这儿了 我想问问小男孩和小女孩的区别 女孩子喜欢什么动物 什么 你呢 小伙子 老虎 然后钟球 你看这男孩女孩写的确实不一样 你喜欢什么动物 鸵空 巨嘴鸟 喜欢她 因为我刚才非常近距离的跟她对视了很久 我觉得她特别的可爱 有一点萌 你喜欢 我喜欢大象 一两千个 有块大 对 有安全感 是的 你看大家喜欢的动物全都不一样 那你们两位如果有机会咱不考虑饲养条件 能在家里边养一种动物的话想养什么 狗 对 小狗 那现在家里有小狗吗 没有 没有 家长也听到我们诉求了 那究竟能不能满足呢 这我们不好说 但是小朋友很明确 两位总喜欢小狗 对 喜欢什么狗 蝙木 我喜欢金毛 那正方选手和反方选手请说 为什么喜欢金毛 可爱 为什么选蝙木 聪明 那如果只能养一条小狗怎么办 都养 只能养一条 那就养我妈喜欢的吧 那你妈的意思就是养你俩就够了 不养其他动物里 把你俩养活就不容易了 那来吧 两位今天打算是答答题啊 还是玩玩游戏啊 答题 一块儿答还是分着答 凡是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你俩是怎么着 一块儿答还是分着答 分着答 来吧 好 请听听 老虎的爪子 是可以收起来藏进肉店里的对吗 对的 回答正确 老虎的爪子能收进去像猫一样 下一题 下一题 62 长颈鹿会叫吗 谁听我长颈鹿叫吗 有点维闷 要不要求助姐姐 她好像也不会 姐姐也不会 答案是 会 回答正确 长颈鹿啊 由于声带的特殊结构 再加上脖子那么长 它不善于叫的 但是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之下 它会发出如牛鸣一样的声音 那声音很特别 很难听到是不是 对 除了很难听到呢 还很难听 来 起声 来 下一题 请说出两种草食性动物 牛 马 羊 还有吗 长颈鹿 刚刚说的长颈鹿对吧 对 回答正确 全部正确 全部答对了 恭喜你成为今天新进的文科小状元 好 好 请听题 所有的大熊猫的毛发 都是黑色和白色的 对吗 不对 还有什么颜色的你觉得 那个棕色的 你见过吗 视频里面看到过的 他给的答案是 回答正确 49题 请听题 和马会游泳吗 我听好像有人喊会 你喊的是什么 玩意 你说啥字 不会 你觉得呢 我觉得不会 他们应该是踩在地上走的吧 完了 意见不统一了 他们在那个血里面 没关系 听你的 会还是不会 不会 回答正确 听自己的 游泳是什么意思 游泳就是可以在水中漂浮 可以 并且通过一种特定的方式 在水中前进 但河马在水里永远是找浅滩 那个脚得挨着底下的河床才行 对 来吧 最后一题 71 71 请问 雄性黑猩猩的领导集团 一般由几只雄性黑猩猩组成 一只还是三只 黑猩猩是由雄性来领导的 那么一般情况下 这个集团里有一只黑猩猩当领导 还是三只一块 一只 一只 弟弟说的是三只 弟弟说三只 你觉得一只 确定一个答案 听自己的还是听弟弟的 确定一个答案 一只吗 好 回答 错了 我这都确定一个答案 确定一个答案 好美哥 都这么明显地提示你了 老了还一点 三只 就是在黑猩猩的这个集团里面 它会有不同的分工 一般情况下 只是一般情况下 它有特例的 它是一般情况下是由集体领导 而且还会沟通 就一起开会商量一下是吧 或许会开会吧 弟弟答对三题 成为我们今天的文科小状元 姐姐答对两题也很好了 成为今天的文科小榜眼 来 有请到我们这个棒棒堂 享受你们的荣耀时刻 领取你们的礼物 개哲象 黑猩猩大家对它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会比较黑一点 一般都是金菇 或者是鱼 西钥的 可以看一下它们的头骨 对 牙齿的话呢 它跟我们人类相似的是它的数量 看一下它的牙齿 大 会点大 而且他們熟悉的全齒會比較發達 他的這個眉疾是比較突出來的 所以我們跟他還是有一些區別的 他過來了 他熟一點像我爺爺的種 你有沒有發現他跟我們人類一樣都是 一個大拇指跟四個手指相對對不對 依次對我的手掌 那這樣的手掌可以幫助他幹什麼呢 拿東西 幫忙拿東西 答答題神清氣爽 聊聊天海闊天空 親愛的朋友們 感謝您一直關注 壯遠棒棒糖 好 我們下期再見囉 下期再見